一花創新學校其實我們在這一年執行的內容大概是這些 那很重要的就是其實你在推動一花創新的時候很重要是一個SDC 什麼叫SDC?就是學校發展中心 就是一個核心團隊 有那麼多幾個 那再過來就是一切專業課程的一個討論 主題課程的一個設計 還有一些參訪 我覺得參訪很重要 因為其實像一花創新學校我們都在摩索 那你透過這些參訪 你常知道說原來它是人家有一點脈絡 有一點經驗 你可以尋得它的經驗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你可以往前瞞一步 另外就是多元空間的一個建制 在我們這個學校 我那學校校舍大概有二三十年了 如果說你們在前幾年大概三四年前來到這個學校 你會發現就像那個局長講的 旁邊是去吃了 那個真的是髒亂 那個三明區 你知道登革熱的那個嚴重區在哪裡 就是這一條 解決了 接下來就沒有了 那很棒 另外一個工作網就參加 這種整個我們在推動的一個執行內容 那在課程規劃上 其實我們學校大概針對這三個主軸 品格教育 我想大概這一兩年內 我們都看到一些天下打字都在講 品格是決定未來的競爭力 那當然這個區塊是我們要努力的 那另外就是閱讀課程 閱讀教育是我們的校本課程 那還有就是我們學校有地利之變 我們剛好在幸福川 過去稱為二號運 現在稱為幸福川 那還有愛河 那這個是一個很豐富的資源 也是我們學校呢 就是可以發展的一個特色 好 那這個大概就是品格課程 在各位的手冊上 折頁裡面 折頁裡面也有很詳細的內容 你可以參考一下 好 那我們整個課程在跑的時候 都是以PBL的方式來處理 好 那在閱讀教育方面 其實我們很重要的是 今年度也感謝局裡面的一個協助 我們真的把我們的數位故事 建立好了 那待會我們也有一場 那個學生的展能的部分 可以在那個地方分享 那另外就是數位演說家 這個是我們今年度也正在努力的地方 那部落格的部分也是我們 今年度也未來也是要努力的地方 好 那還有一個社區愛河的課程 我剛剛有講 愛河跟幸福川擁有很多的一個資源 那也是我們剛好是 在這一個交界的地方 那也是我們學校呢 各個學年呢 他發展一個社區課程的一個 一個詛咒 那有關我們學校 多元創意空間的建置的部分 大家各位有看到 從穿檔的一個導覽平台 各位進來的時候都有看到導覽機 那這個也是感謝局裡面的一個協助 那導覽機它其實就是一個學校的一個行銷 另外知識SPA 就是我們把我們的圖書館 過去的圖書館大部分都是這樣子 就是進去查書對不對 拿拿書看書 那我們希望呢在這個地方 在我們的圖書館裡面 也建置了一批的電腦 出動電腦 那小朋友除了那個地方 可以看書以外 也可以透過那個線上的電子書 來閱讀 那另外我們有一個教材的一個媒體製作中心 我想每個老師他在教學上 他有一些很好的成果 也需要透過這樣的一個設備 來儲存 那還有數位教室 這個各位學家都有 一畫教室也是 那合作學藝教室 我們也有在三樓的部分 這是很特別的 那因為這個合作學藝教室 它的空間是 看起來是排排座 可是當小朋友 大家進行一個團體的一個課程的時候 它的裡面的一個空間的運用 是比較彈性 還有一個數位故事屋 那這個就是我們建置的情形 看一下這是媒體室 你會看到是空的 可是現在裡面是一大堆 這邊會有一個布幕 是一個欄目 大家聽過欄目就知道了 就是你可以動一動 後面有一個影像 那這個是我們的SDC 發展中心的地方 那我們都會在這邊開會 然後這個是我們過去的一個 一個知識Spa的地方 原來就是現在在隔壁 那個表演藝術方 那這一張是現在的 你看圖書館 我們把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場域已經處理好了 原來是配合那個電梯的工程 那這邊都會有電腦 旁邊都有電腦 可以電腦裡面呢 我們都有連結我們 我們有所購買的那個電子書 那小朋友可以輕輕做閱讀 另外這個是合作學習教室 那裡面看到這個桌子 你看看一個半圓形 當然在進行討論的時候 小朋友可以圍在這個地方 進行討論 這就是數位打攬機 各位有看到了 好 那在我們組織裡面 我們是怎麼安排的 其實很重要的 當然是整個團隊很重要 但是我覺得一個團隊裡面 要一個領頭羊 那就是執行長 我們校長 那我是副執行長 那我們很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 因為醫化 你需要執密 以及研發 課程的研發 那還有很多老師做host host 一個主持人 來推這三個方案 那在SDC裡面 我們怎麼推呢 其實在這個地方 我每一次都有一個議題的討論 那其實在議題討論過程中 除了任務以外 那在會議裡面 也提出一些問題 譬如說我們在推動的方法 有些老師他會面臨到一些問題 包括他的IT能力的一個不足 或者是 覺得說 我們的場域 那個硬體設備 可能有哪些需要改善的地方 我們都透過這個地方的鄰居公司 來處理 那你看 你會看到這有兩張圖 這是以前我們的 我們開會 你看 就是我們還會申請錢的 就是這樣的一個教室 那現在後來就是這樣子 差別很多 好 那我接下來會報告一下 那個 我們99上半年度 跟下半年度的一個執行成果 那這個部分是我們SDC 那SDC其實我們是有任務的 包括老師的一個進修成長 我們要去安排 那還有一些課程的一個讀導 那有一些的 就是老師的課程設計 以及他們的一個成果 我們要透過這樣的一個分享 那還有一個教室 那個教室教學的一個論壇 那我們也會做分組的一個策略聯盟 那建立資料庫 然後聘請專家來 來對我們來做一些諮詢 那更重要還有一個是縣市交流 這個是我們今年度上半年度 從99年1月4號到99年6月28號 就是我們大概預估大概兩個禮拜或三個禮拜會開一次 那因為有些是會遇到一些突然的一個任務 所以會中斷 不過原則上我們大概至少一個月會開一次的一個SDC 那你看這個就是我們固定的議題 好那這是我們課程 上個學期的課程 像一年級的話 他小小愛書人 這個他們透過一些電子擺板 你看還包含那個我們科學園牛會的一個活動來進行 那這些就是小朋友的一個成果 那小朋友也會常常會去使用那個觸控的螢幕 那老師也會指導小朋友去做故事的一個導讀啦討論啦 待會下一節課的時候 各位可以看到老師在這方面的掌握 好那二年級的話 你是我的媽級 這個課程是我們的那個品格課程 那也是配合其實也是配合課程 我們在創新課程 那個這些課程裡面 除了有部分是我們額外做的話 大部分的課程都是融入在 就是現在的課程裡面 去做進行 那他們也就是 這個課程就是一個口足化交 卸複章的一個故事 收集 讓小朋友去認識 好那三年級跟四年級 我們都是愛合課程 因為三年級四年級 那個自然科學的部分 在這個區塊 植物的這個區塊 有佔大部分的一個課程內容 所以他們就發展這個部分 那在像這個部分 我們也有買一些數位的一個相機 讓老師在要進行教學之前 先指導小朋友 怎麼使用這些設備 是學生的IT能力的一個提升 然後接下來才去跑這個課程 好那這個是我們高年級 一個精通腦有愛合的一個主題課程 這是一個PBL課程 那任務有這些 那待會我們那個下一個老師 他會來分享 這個這個課程我們也有得獎 好那另外就是我們很積極的辦理 靠線實際力化 創新學校的一個交流活動 那你看這些都是我們的一個成果 像三月份的話 三月五月我們都到台北去觀摩 像大湖國小的一個電子書包 演習 我們其實觀摩的時候 我們不是只有一個人上去 我們是一個團隊 三個到五個人會上去 那每一個人都有他的任務 包括像我們去大湖 就有人去把整個流程都拍攝回來 那來到這個場域的時候 再做分享 那左營的也是 左營在六月份也是 還有華山的 好那另外就是我們有接待 在上半年度有接待 外縣市跟一些單位來立臨本校參訪 譬如說1月25號的時候 那個聯談創新學校一個成果報表會 各縣市都有來 那他分設三個場域 我們學校是負責一個場域 到我們學校參觀 那一次真的很趕 我們剛好24號才那個整個環境 剛建置差不多而已 真的 好有靈感 那也真的感謝 給我們一個機會 讓他們來看 也給我們一些建議 之後對我們在場域的一個建置上 有所幫忙幫助 另外就是台東縣 台東縣他們率領一個團隊 雖然是長濱國小 但是他是率領整個台東縣的一個代表 那也來本校來參訪 那五月份的時候 剛好一個大陸西安的一個教育團體 這個團體是從小學到高中都有 他們的校長 一些 這是透過科工館的那個引間 他還到我們學校來參觀 那其實也有多項的肯定 其實我們看到說大陸跟我們台灣 各有優點 各有優點 那另外就是我們SDC 持續一個課程的推動跟研發 就是我們剛才一開始你們看到那個手冊上面 我們有三個主軸的課程 這個主軸課程是 一開始我們在推這個地方 要寫這個計畫的時候 好像是會一個理想 但是在過程中我們要不斷的去激當 看哪些需要修改的我們去修正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們持續辦理教室的IT的一個能力的提升 那數位故事屋跟那個SPA的空間的完成監製 另外就是更重要的就是我們國際教育的一個推動 還有一個閱讀教育生根 我想這個學期我們就在這個區塊有一點點的成果 另外就是我們還持續掌握我們學校的一個課程主軸 持續推動 那包含明年我們的計畫大概也大致上已經幾乎快完成了 還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今天的一化成果發表會 那這個也是一樣就是我們這個學期的一個推動的一個內容 好 那在教室IT能力上面 其實老師暑假的時候都是希望休息 可是我們還是把老師找回來了 連續兩天轟炸大概有將近 將近 12小時 12小時的一個一個轟炸 課程都一直上課 都有關老師的一個IT能力 包括PBL的課程 包括教室的一個電腦能力 包括他的媒體製作的能力 都在提醒他們 那本學期我們也不斷的辦理 那還有就是這個學期我們也辦了一個 有關創意學校課程的一個議題的一個研討 那在10月7號跟8號在座有幾位主任女兒到場 那還有就是我們10月份也連續辦了三 三週 禮拜六 禮拜天 三場 一直到10月30號跟31號的全市的ICT 那個教室知識媒體的一個演習 那還有就是我們鼓勵老師去參加各項的一個 創新學校的一個成果報表 今天我們會有這樣的一個呈現 其實我們經過很多的激當 那我們有很多老師他也去觀摩了別個學校 包括上個禮拜三的立志中學 他之前的福山還有中正高工等等等 他們的一些的成果 我們慢慢的再說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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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今天的這樣的一個成果呈現 本來我是有突發更突發奇想 就像局長今天早上講的要用視訊 我覺得這個視訊是很特別 剛好是讓各位了解一下 哦原來視訊就是這樣子 他的效果就是這樣子 不是我們想像說那個視訊不好 他是效果相當好的 那局長能夠到我們學校 這是我們的光榮 好那這個就是我們場域 這個是我們故書 那個社區竹書館 有點feel吧很漂亮 那這個場域也是我們 就是目前大概 客後之後 客後或者是假設的時候 很多團體喜歡買接用的地方 那這是我們新作丸的一個數位故書 就是這個地方是我們的一個表演舞台 好嗎 好嗎